中华爱美丽 掌声欢迎十六位国学美少女 准备다면哈哈哈哈 모두 함께 哈哈哈哈 웃어봐요 그녀들과 함께해요 哈哈哈哈 하늘 빛 무대 위에 두 명도 그건 바로 우리야 그녀야 세상 속에 나 저희는 사랑 하늘 빛 무대 위에 어른들과 함께해요 우리의 마지막을 우리의 마지막을 rubación telescopes 카카온 인기의 Gerwis 九朵玫瑰独家冠名播出的 大家好 我是云亚 大家好 我是马松 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呢 我们录制已经各半了 我们要稍稍地放松一下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没有人会离开这个舞台 所有人都会在安全室内 是的 那今天现场呢 所有这个十六位的 我们的博学美少女 她们呢将继续在这个舞台上面 绽放她们的美丽和智慧 没错 那么既然说了 今天呢 不会有人离开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进行一个国学友谊赛 那我们把十六位少女呢 分成了两个班 一个呢 是中华班 中华班的美妹们 一个呢 是美丽班 那既然有班就得有班主任了 是的 那你看啊 我们介绍了半天 之前那两位很苛刻的 很厉害的考官都没有出来 没错 是不是就不要请她们出来了 今天就不要她们了 反正是友谊赛嘛 是的 不行 今天她们两个能划身为班主任 欢迎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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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老师放一句狠话好不好 先萨树老师跟余震老师放放话 没问题 没问题 那个秦皇岛外打鱼船 咱们今天就是打鱼类 哎呦 文化人余震老师 那我就觉得我们一定要赢是不是啊 加油 好 好 好看了 有意思了 所以马上进入到第一轮的挑战 挑选点下 挑选点下 十六位美少女八人一组 分成中华班和美丽班 各班派出一名代表 同时在B板上进行诗词排序 最先完成并排序正确的一组 得到优先给对方班选手出题的机会 对方组答对积一分 答错破积分 两班回答问问题 积分最高的班级获胜 欢迎回来 这里是天津卫视国内首档 国学美少女综艺节目 中华爱美丽 中华爱美丽 是由中国天然玫瑰花枝 营品开放品牌 九朵玫瑰独家冠名播出 是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 场上的这个中华班跟美丽班 分别派出了第一周喜闻 还有我们的木兰 先首先出场 三 二 一 开始 好 木兰这边已经结束了 来 木兰你已经结束了 我看到了 但是你得告诉我 你是这样 这样 还是这样 这样 就你的顺序是怎样 米白成舟江一行 古文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轮送我去 好 张倩 好 这边 好 叶博情怀敬酒家 叶博情怀敬酒家 烟龙寒水月龙沙 叶博情怀敬酒家 叶博情怀敬酒家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紫涵 来 请紫涵 来 请紫涵为他们出题 好 这两个字呢 是小转体的验台 那么我的问题就是呢 验台这种东西最早出现在哪个时代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回答 汉潮 是 来 问一下班主任 来 来 来 作为班主任 我肯定坚决地支持我们的同学 赛斯老师 你作为国学的这方面的大师 我觉得赛斯老师应该不是哲学大师了 你说这都户短 包庇 好 那这边不管怎么样 给出的答案是汉潮 好 那回答是否正确呢 他们的回答是 正确的 正确的 太厉害了 验台是伴随着笔和墨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最早出现的验台是汉代石验 由于汉代人发明了人工制墨 所以初期的燕心态原石 是用一块小岩石在一面磨平的石器上 压墨完研磨成墨汁 墨可以直接在燕上研磨 于是燕台开始发展起来 后来相继出现了瓦燕 陶燕 玉燕 铁燕等 好 我们谢谢 谢谢子涵 好 谢谢子涵 谢谢 好 我们接下来呢 是要有请邵伟师给我们出题 来 有请邵伟师 这是一段视频题 那你的题目是 我的问题是哪里出产的青花词最为著名 4 3 2 1 景德震 景德震 你有听到一种像合唱团的感觉 景德震 景德震 所以你们非常自信 觉得这个答案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景德镇 别的也不知道 说出心里话了 因为别的我也不知道 是的 但是呢 有些时候也不需要知道太多 因为景德镇就是正确的 青花词又称白地青花词 常简称青花 是中国词器的主流品种之一 属右下彩词 原始青花词于唐宋已见端倪 成熟的青花词则出现在元代 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 新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 其中离景德镇青花词最为著名 它蓝白相应 宜然成趣 金银名快 美观卷酒 其在原料 工艺 设计等等名誉 都是国内首屈一指 更被人们称为人间瑰宝 这道题真的有点太简单了 因为我先要开始恐龙浪梨嘛 我不说了嘛 我要先浪萨树老师嘛 一会儿萨树老师也会给我来一个那个 投桃报李 对 投桃报李 就是你希望 你希望萨树老师也会用这样的方式 退避三舍了 投桃报李 万一人家不这么做 你不就亏大发了吗 没关系啊 我选不出美少女 我就把李爱拉去拍戏嘛 不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下一道题 好 我们现在呢 还有一道题的机会 真的得好好为难一下了 好不好 来 我们有请吴丹妮 有请 好了 我觉得我这道题非常的难 所以请中华队的小伙伴们听好了 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关于农业的古书是什么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回答 粉草 粉草干部 不是 粉草干部 什么 来 也贴边了 贴边了 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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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写的 其什么写 其什么写的 其什么写的 对不起 我要书名 书是吗 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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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一 她们不知道 他们给了个粉草干部 粉草干部 没有 没有 开玩笑 开玩笑 没有 没有 所以你们不知道 是吧 放弃了 对不对 这样我们请萨苏老师来回答一下 其实我们对的 主要是出于这个 恐荣让离的对你的回报 所以我们就是偷逃暴力了一下 其实刚才他们已经说的 就是说那意思 我们并不是不懂农学的 他刚才已经说了一个棋字 因为我们中国古代呢 有两部非常重要的农书 其中一部就叫做棋民要术 但是我们这个答案的确不是棋民要术 什么术 但是比棋民要术更早一点的这本书 名叫《范圣之书》 范圣之书 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怎么样能把田地种好 比如说一个葫芦怎么能种得像水缸那么大 就讲这些东西的 那么你让一个 让我们的美少女来谈这个问题 也多少有点难为他们吧 对的 但是我觉得作为美少女啊 不但要什么都懂 对吧 也要有设计到除了古狮子 你也无奴隆嘛 万一要演一个农妇怎么办 要像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也有机会的啊 因为这个 戏里面不仅有公主 有主子 还有丫鬟 就是不是就是有灰姑娘嘛 对不对 有一天一下子也会变成这个非常美丽的公主的 中国古代有四大农书 即范圣之书 齐名要书 农书 农政全书 范圣之书是西汉晚期的一部重要农学著作 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农书 该书主要内容包括耕作的基本原则 播种日期的选择 种子处理 个别作物的栽培 收获 留种和储藏技术 曲种法等 书中提到的根田法 种麦法 种瓜法 汇旋法 调节稻田水温法 桑苗结浅法等 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科学的精神 那这边已经全部出完了 那就轮到中华班你们出题了 来 第一位要给我们出题的是 林梦瑶 戴晨夕 哦耶 万俊万俊 欠欠欠 哦耶 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个人 人的表现是 几于利而利 人几于达而达 人己所不欲 他不失于人 如以人为本体 表现在具体的行为上 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对父母 微笑 对兄弟为替 对朋友为信 对国家为忠 对人则有爱心 我瑶瑶的中心思想是个外 外的表现是 搞不懂就问人 搞得懂就达人 没有人懂还可以问书 如以外为本体表现在具体的生活上 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要懂得推理 要心存怀疑 要充满好奇 要继续迷移 要充满好奇 要充满好奇 Oh my god 我听不懂 看不懂 学不懂 都不懂 究竟谁对谁错 人生多美 只会落后 Please tell me please 生命有太多迪惑 Help me help me baby Oh 我只想要简单的快乐 谢谢 谢谢 谢谢林梦瑶跟戴晨熙 给我们带来非常好听的歌曲 所以接下来两位谁出题 我来出 来 非常 请听题 孔子编制的诗三百 它又叫做什么 孔子编制的诗三百 它又叫做什么 来 5 诗经 叫什么 诗经 诗经 子涵的答案代表全对吗 诗经 我们来讨论一方 确定了 确定了 好 我想问一下余正老师 你同意不了 凡主任那个得色 今儿就是同意 我不能做暗示 我不能做暗示 你不能做 不是你就说 他们已经决定了 你们说什么 诗经 我同意 同意啊 就是你看 就是你看余正老师的感觉就不太一样 就是要听一下自己的同学说什么 他才来表态的 所以诗经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恭喜你们 几分 是的好了 再次谢谢 谢谢两位 好 诗经 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先秦称为诗 获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三百篇 共收入自西州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 编程于春秋时期 据说是由儒家创始人孔子编定 本纸称诗后被儒家奉为经典之一 故称诗经 是中国史诗的起点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诗经共分为风亚颂三大部分 他们都得名于音乐 风的意义就是声调 九朵玫瑰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香品味地道巴西美食 快来必须客三八狂欢美食节 全新三八烤肉披萨 独特的梅子酱和巴西风味烤肉 带来浓郁的味蕾刺激 滋滋严烤泪眼牛排 柔嫩多汁 南美风味鸡肉串 黄桃鸡饮料 黄瓜匪味 五豆三八七钱 完美下午茶 就是要好吃配好喝 必顺客下午茶套餐 选择丰富 有吃有喝 想怎么搭就怎么搭 还有免费试杯哦 有吃有喝 下午茶更完美了 三江软和兴趣 双手指自由串 生态三江园 喝出健康来 进度天然冰窗河水 天然寒气苏打水 中国式求婚 由中国黄金食品 诚信纯度第一家梦惊人 首席赞助 总是下跪深情告白 准悦目依然态度强硬 我坚决反对 两人大吵不欢而散 情感危机爆发 大龄小伙遭遇准岳父 百帮挑剔 心爱女友举其不定 太难以不想结了 面对亲情 丁丁能否成功征服准岳父 求得美人归 静静收看 中国式求婚 浪漫求婚日 中国式求婚 由珍珠美白 养父专家 金融珍珠 天然玫瑰花枝饮品 九朵玫瑰 联合冠名播出 明晚二十二点 精彩长线 乐巴杯经济领域 高尔夫球训练营 由乐巴消失 独家冠名 珍珠粉美白典方 两天一片 十片见证 因为珍珍珠 所以珍美白 精润珍珠粉美白面膜 精润珍珠 It's motion 陌生太阳镜 收尾 消食 你懂的 收尾饼干 消食饼干 如影随形 海力渊 活得千载一天 好心情 美极限 一起玩吧 千载珍珠 每一天 青春正能量 嗨 青春正能量 汤师傅绿茶 九朵玫瑰花枝 富含抗氧化 玫瑰多分 让时间停住 花眼涌住 我美 我妹 九朵玫瑰 九朵玫瑰 九朵玫瑰提醒您 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这里是天津卫视国内首档 国学美少女综艺节目 中华爱美丽 中华爱美丽 是由中国天然玫瑰花枝饮品开创品牌 九朵玫瑰 独家冠名播出 下一道题是由谁来出 我们有请中华班的侯瑞之 给我们带来下一道题目 我来考一考美丽班的同学 就是扇子是出源于中国 然后在中国已经有三千年的历史了 然后想问一问 这个扇子最早是在哪个时代 最早是在哪个时代出现的扇子 五 四 三 二 一 汉潮 汉潮 不是 唐朝 你们决定了是唐朝 是吧 决定了是唐朝 好的 如果我说正确答案是汉潮 子涵会不会 冲上去 吴丹妮会不会 你们俩会不会 不改了 不改了 是吧 就是唐朝了是吧 我把他们都给弄晕了 然后最后把自己给弄晕了 所以到底 答案是 最正确的答案是 鹰蛋 鹰蛋 对 没错 就是上场 实际上这道题 我们是一道送分题 为什么送分题呢 我们特意的 就是因为这个余正老师 这个就是他刚才不是说的吗 恐如让离吗 我们特意告诉大家 这道题呢 已经说好了 扇子是在三千多年以前出现的 怎么可能是汉潮和唐朝呢 太没文化了 三千多年以前 肯定不可能是唐和汉 肯定要再往 可能在汉之前的朝代 他们还不知道 他们可能不知道 扇子最早称煞 在中国已有三千多年历史 据《近催暴》的古金柱记载 最早的扇子是阴代 用制尾制作的长顶扇 自上周以来 扇还有两种功能 一是装置在贵族出行乘坐的车上 形如散盖 借助车辆前行 气流冲动而产生风 既可遮阳避雨 又能生风散热 而是作为天子贵族出行的遗仗 近代催暴 古金柱渔府中 曾记载顺时做五名扇 一是广开视听 征求贤才 秦汉时公卿大夫皆可用 到了魏晋时代 则只有皇帝专用 这种五名扇 实际上也是一种散弹 与我们今天意义的扇 已相聚甚远 好的 那刚才这道题呢 大家 他们没有答对 那接下来要出题的是 有请同会 同会 接下来的内容题目呢 是导致词题 没想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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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